好 我们来听听那个歌 我听了 目前的阶段 我认为是在一个 不是很自然状态的一个科学阶段 这就是我们说的第二阶段 第一阶段是什么 就没学过声乐以前 自己身体得到了一个平衡 是不是 我们没学声乐的时候 有的人唱的 你听得很舒服 是吧 但是他也不是气有多 落得多低 也没有这些要求 只是说在他那个自然的状态里 他获得了一种平衡 但是那个是个自然状态 我们不是说吗 歌唱的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是自然的 一个就是纯天然的一个自然状态 但这个自然状态我们把它认为是一个不是很科学的 是不是 什么叫不科学 就是说他不能持久的唱 他不能唱到老 因为他没有方法 没有科学性没有方法 他生病了 他就唱不了了 这些都是只要我们有方法以后都能解决的 比如说生病了 我嗓子我感冒了 但是我今天晚上有演出 你也能唱 因为你有方法 你有技巧 然后我老了 我身带松弛了 也能唱 还有就是说 你能长时间的唱 唱几个小时 唱两天 这个叫科学性 就是在早期的时候呢 就是我们就是一个自然的 不科学的一个自然状态 好我们要达到一个什么呢 达到一个科学的自然状态 是不是 是科学的 然后呢 自己又非常的自如 因为肌肉产生了 有了记忆了 而且肌肉整个身体有了一个惯性 有了一个平衡 在科学状态的一个平衡 最终要达到那个 但是从一个自然的不科学的状态 到那个阶段 它是有过程的 哎 这个过程就是我们在学习的过程 就是一个不自然的科学状态 是不是 因为我们在追求一个科学的声音 一个技巧 学一个方法 但是这个过程中 我们可能平衡不太好 身体的平衡不好 气没有完全拉下来 该打开的没有完全打开 或者打开了一下又收住了 没有尽心保持 哎 大部分人都是在这个阶段 在学习过程中 是不是 但是我说了 很多时候 我们没有学到家的时候 就是 包括也有专业演员 就一辈子都是在这个第二阶段 就是没有达到一个特别 特别好的一个平衡 啊 好的 那么我听了 今天我听了你的这个 你的这个录音呢 我就感觉 有好几声特别的棒 等我们听啊 特别特别好啊 突然间冒出那么一声子 哎 这个就是非常明显的 就是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是什么呢 第二阶段的症状是什么啊 看病一样的 这你都好迈呢 在这 第二阶段的症状就是 我这一首歌 有时候会跑到第一阶段去 不自然的 就不科学的一个自然阶段 又跑到那去 一会他又跑到那去了 第三阶段了 哎呀特别 这一身特别平衡好了以后 他就跑到那去了 所以就在这 这三个状态中 来回的穿梭 所以他就会有一声特别好 哎呀下一声又没了 哎呀又又好了 哎就这个 就这个关系 是吧 你现在你明白这个关系了 就好办了 好的 我们听一下 好我就听这个地方啊 为什么第一句会这么快 到第二句以后 伴奏一下就慢下来了 是什么原因 哎这我不知道 哈哈哈哈 一上来说很快 哈哈哈哈 一上来很快 哎到第二句 马上就吵 就一下就慢了 哎 好 嗯 当然我们去掉这个速度的话啊 这个声音已经好多了 啊 好 那个吵 这南方人啊 吵会卷舌 吵 啊 吵 一定把字咬住 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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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卷舌的 哎 出来那个 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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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对 吵 不能说成 吵 不能说成 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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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胆没有完全落下来 而且这个调有点低 对于你来说可能有点低 实际上呢 实际上我认为 气有点高了 所以你就会觉得 怎么落不下来了 实际上你做一个蹲的状态 你身体给一个辅助 就好了 所以说前面那一句 很好哦 一定要出这儿 好 等着一定要把它说清楚 不能 你可能听不清了 你说一下 刚才那个 我在那灵虎 一定要把它落在胸上 你看你没落 没落啊 来 起码张开 起码张开 等 等 等 你 听一下 等听不出来 是不是 这里的 当然我这嗓子有点问题 感冒还没完全的 好 这里的非常棒 听到了没有 这一句就到了第三阶段了 听一下 听一下 到第三阶段 突然又到第二 又到第一 好 哪个地方不好 就是到醉的时候就不好了 醉 就到了嘴里了 这么低的音的 这么低的音的时候 还是要落到这儿 醉 这样抬起来啊 挂在上面 醉 嘴巴一定要 一定要长 一定要长 实际上到我们 我们真的 你真的到了那个 真的完全到了第三阶段的时候 我们就不会强调 啊 这碗要打开多大了 啊 但是现在一定要 哎呀 这碗都很酸 很累 就对了 嗯 啊 所以这一句是最那个地方不好了 前面这句都好的 漂亮也还可以 这里的也不错 湖水 你看湖水 到嘴巴里了 这里的湖水 要这么说 湖水 哎 湖水 夸张一点 湖水 是吧 所以他那种就 就 没有咬住字 然后就把这个字 就吃进去了 就听不见了 我们懂 知道这个歌的人 听得清 知道你在唱什么 我们从来没听过的 就不知道在唱什么了 啊 就这个地方 再听一下 看这个呼多好 啊 呼 多好啊 啊 喉咙 我都听到了喉咙 我听到了喉咙 慢慢这个在张开 这个过程 我都能听得到 你的这个器官的 这个运作 啊 感受一下 好 后面的这一句 也不错的 是 我在那里 呼 哎 都是打开的呀 蛮好的 好 然后要如果在这个基础上 加一个什么 再加一个 多叹一点 你唱的时候 有一点点身体 要往下蹲的感觉 啊 尤其唱到高音的时候 啊 呼 他就有力量啊 啊 呼 哎 你那个货唱太好了 你这个货是 脱离了这所有的歌 突出出来最好的一句 哈哈哈哈 哎 喉咙也是打开的 然后唱得很饱满 气也流动的 啊 你发现没有 你发现没有 抖音少多了 尤其是小 尤其是小抖音 原来那个小菜 小菜也没了 为什么 喉咙开开了 气落下来了 自然就没有那个了 啊 好 你还要想啊 你为什么 这首歌里面 哦 呼呼 那个为什么那么好 是不是 他这个东西 就是一个字 就是说 不需要变化 所以呢 比较容易保持 当然了 当然 这个呼也是个 开口音啊 最好唱的 呼 最好唱的 我们 我们不是在用 在唱一个新歌时候 都会说 啰啰 哎呀 呼呼 这都是开 开口音 很好唱 当然很好唱 但是我是说 你那个状态也特别好 好 实际上我们的 好 你做好了这么一个字 好 你所有的 都往那个字上去靠 都往那个 你去往 往里套它呀 你已经有了这个 特别好的这个 这一个感觉以后 就抓住它 抓住了这一个状态以后 把这一首歌 你看这个 呼 是这首歌里最高音了 是不是 然后你把这所有的 往这个里面去 感觉靠拢 这首歌不就成了吗 是不是 所以那首 所以你看你这一首歌里面 有三个状态 我今天听到 第一感觉就是 哇 至少你现在已经在了一个 就是说 这个状态里的一个 还没有掌握的一个 那个平衡度 还没有那么好 但是偶尔会有一个 很好的状态出来 只是不能保持而已 哎呀 这个就是 已经接近 接近你的身体啊 已经慢慢接近了一个 好状态了 很好啊 好 因为我们每个人呢 每个人其实都不一样 看起来都长得差不多 是不是 哎 就是高矮胖瘦 实际上每个人都不一样 不是说这个器官里面啊 它的空间 最重要的是 最重要的是我们每个人的思想不一样 就思维不一样 这个太重要 可是我们所有的行动 都是靠我们思想去指导啊 是不是 唱歌尤其是这样 尤其是要靠思想指导它 所以说 学生乐如果不动脑筋 或者是不爱动脑筋 或者是有的小年轻人 就不会动脑筋 他懒得去动那个脑筋 哇 这个路很长 他将来能唱了一集 就不错的状态的时候 他都是真的是花了很多时间了 但是等他 你看到我们这个年龄 他懂了这里面道理以后 这个道理很需要去懂得 不是说咱一来就 啥都不知道就光练声了 那练什么呢 靠什么去指导这个声音呢 是吧 所以这里面道理都懂了以后 用这个理论 来指导我们的实践 实践去操作 它是靠这个理论 好 我今天就要听 那一声的 你所有都要掏进去 我今天就要听